他的操口是誰幫他買的 是我們賺錢幫他買的操口 可是面對員工的手是很困難 說關掉就關掉 說徹長就徹長 甚至說解贊公司 他最後面對的手都贏 是只想保留他自己的財產 保留他自己的東西 國會管理新拖帳戶 勞動不別失職 照顧復興勞工 勞動不別失職 照顧復興勞工 郭芳芋不要袒護林民生 所以我們希望郭芳芋部長今天一定要出來解決這個問題 而不是說復興不會有問題的 他的錢都已經信託了一定可以發得出來 還有包括說現在復興航空宣稱說他有信託一筆六億元的錢給勞工 那我們要求公會要來當任這個信託帳戶的管理人 那我們可以真正的確保這筆錢不會真的不見 好不好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呢 我們今天要來處理的就是 現在 昨天也有消息發生了 就是銀行團不同意復興航空解散公司 然後呢林權部長也來出面說會盡可能的協助復興航空繼續營運下去 那如果公司還有營運的可能性還有重整的可能性 那復興航空就不可以擅自的把資遣名冊發出來 大家都有收到email對不對 資遣名冊全部都已經列出來了 你什麼時候該離開公司全部都列出來了 如果今天跟我認為復興航空現在就是在搶時間 搶時間想趕快解散公司 所以呢在事情都還沒有明朗的狀態之下 竟然就把名冊送出來了 所以我們等一下有一個很重要的喉號就是 反對官場反對解雇 如果公司有營運的可能性 你就要來跟我們談說 誰還是可以留下來工作的 這是第二個 然後第三個呢 目前的大量解雇勞工保護法裡面其實有相當多的問題 包括說第五條裡面講的是 勞固雙方自治協商 那大家也曉得如果今天沒有公會去協商的話 那你就是一個一個一個人去面對資方 那樣子其實 資方說什麼 他把你關到小房間裡面 像昨天一樣 不准錄音錄影 要求你沒收手機 你是不是只能同意資方的條件 所以我們認為大解法第五條裡面 這樣子寫是有問題的 如果事業單位有公會的話 所謂的勞工雙方協商 就應該是要直接跟公會協商 而不是跟個別勞工協商 所以我們今天最主要會有這三個訴求 跟大家說明一下